在嘉基中少路院区 靠近纵贯县铁轨旁的土地上 有着一排翠绿高耸的树木 它们稳稳地矗立于此 已经超过一甲子的岁月 这片树林除了可以降低火车经过时的噪音 更有绿蔭遮蔽的空间 是一个透气散步的小天地 难得今天没有下雨 天气好清爽哦 可以出来走走真好 为什么这里有一排树呢 亲爱的 你知道吗 它们叫做爱心树 什么是爱心树啊 这个是有故事的 这就要从1958年 嘉基创业院长戴德森医师 跟在地教会卢万德医师夫妇 为病人着想的爱心开始说起 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 早期是一片农田 在1962年 当第一期三十床建筑完工的时候 卢夫人发现了火车经过的时候 声音很大 会影响到病患的安宁 所以他们就提议要种一排树 来阻挡火车的声音 让病人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算一算也差不多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爱心树也见证了彼此相爱的心 这真的是一个老故事啊 这个爱心树 见证了嘉基成长的历史 也见证了我们嘉基 首牵手心连心 为爱多走一里路的使命